不会闹出调话来 所以啊 我看到这个愣眼睛的文字 真是五体投地 不是一个两个五体投地 永久千万个五体投地 有很多很多文字 我们在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 它会有这么庄严的文字 很不容易 所以有人故意破坏 故意诽谤 说这是伪造 说这不是佛说 甚至有人说这是黄勇所造 那如果黄勇有这个智慧的话 他就是中国的佛了 那还得了 你比比看整个大赏经里面 有几部像这么好的文字 老师说我翻过全部赏经 找不到第二部这么好的文字 找不到第二部这么好的文字 所以想是这个 当时翻译 当时翻译愣眼睛虽然不是在大异常 因为他在广东翻译的 主要当时只有四位 尤其黄勇的匕首 就是论文 这是非常了不起 古人在翻译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要经过再三的去研究 经过再三研究 认为可以用这个文字了 然后才下笔 看看摇清时代的 旧摩洛斯三藏法师 那是国家所办的大翻译场 执事上百 翻译场里面 所有的执事的人 从主义的法师 一直到这个论文抄写 一共有一百多位 看看当时 旧摩洛斯法师翻译法伐经 因为前面有 前面呢 已经有 有人翻译过 叫做正法伐经 那么他第二次翻译 也把这个第一次翻译的文字 拿来对照 那么处处都注意 翻译到 这个佛罗罗将来成佛的那些文字 旧意写着天见人 人见天 说当时的人呢 人间跟天上是互相来往的 说了这个话 那么旧摩洛斯法师就提出来 跟大家说 翻译 翻译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在中文这样写很不雅 中文这样写就不够庄严了 当时有一位了不起的法师 身照 马上站起来说 是不是可以用 人天交界 两的相见 人 人天交界 两的相见 文字好急了 就这样子拍案 决定 旧摩洛斯法师说 好 就用这两句话 指天见人 人见天 六个字 他把它改成 人天相见 两的交界 彼此来来往往 人跟天上的天人 互相来往 人天交界 两的相见 人天跟天上的人 都会互相来往 互相 见面 讲话 文字牙都不得了 所以 法法经 能够这么 广大的流传 一直到今天 受识读诵 都很多 他的原因啊 当时在翻译的时候 下的功夫 不晓得有多大 这两句话 花了那么大的 精神 时间 大家去讨论 现代人的胆子很大 自己门关起来 就把这个文言文的经 把它翻成白话 没有第二个人看 自己就写下来 随便就拿出来 实在太 陶帅 太过意陶帅 死人不会争取信心 所以我不是说 我瞧不起人家 我觉得现在的 这个白发文翻译的东西 不能看 不能看 因为往往 他把这个人家 注解的东西 把它 淘进去了 经文里面没有的 他把这个人家的注解 淘进去 这就笑话了 那个不是叫做翻译啊 那是叫做 写文章了 不是翻译 翻译要忠实 原文没有的 一个字不能加 而且佛经里面 有很多名字 没有办法翻译了 真如 法身 实相 怎么翻呢 请各位翻翻看 真如怎么翻 法身怎么翻 实相要怎么翻 所以现在一般 用白发翻的东西 老实说 不至于看 不是我们瞧不起他 因为这个东西 他不是像古人翻译 那么下个功夫的 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 他尤其他的主观太重 问题就更严重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与罗和母耶稣 同物属性 这几句话 就是我们感动的五级投机 他们这两位摩登圈女跟这个罗和罗的母亲 知道历生历世以来都是因为贪爱为苦 众生不是以贪爱为苦吗 最苦恼的就是贪爱 爱的后边就是争 那么现在他们修行啊 一念寻修无乐善故 获得出禅 获蒙首计 一念就是 只要发一念心 发行修行 寻 就是熏习了 以佛法 熏习以至心 好好修行佛法 能断烦恼 正无乐的善果 由神就这个无乐善的缘故啊 获得出禅 获蒙首计 获得出禅 或是不一定 或者是由此得到超出烦恼 残世烦恼 那么这是指的摩登圈女 获蒙首计 主要指的是这个罗和罗蒙 话没有说完 休息一下再讲